我会不会 以后刺绣的事情 唐总打电话过来就好了 明远的事 我是肯定会放在心里的 我只是想过来看你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 可能会越来越辛苦了 这不算什么 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 并且喜欢这些东西 那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夏总监发过来的第一批图样 我已经感知出几个袖片了 刚好您来了 可以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 我才发现你今天穿的鞋子 怎么跟你一样开呢 师傅在呢 走了 走了 看看效果怎么样 真好看 我之前还担心 夏总监要求的流动感 很难呈现呢 确实是费了很多心思 最后是在几股铜色线当中 掺杂了浅色的线 这才达到现在的光感 她真是不错呀 让你费些吗 您太客气了 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接下来不管遇到热化的事情 您低时间告诉我 我来解决 嗯 谢谢 怎么又出汗了 师傅在呢 师傅是过来人怕什么呀 多不好意思呀 要不要再看一张啊 这个凉亭里啊 我就会换几张很舒服的椅子 醒了呢 他们工作累了 可以坐在那边撑了 还有啊 我打算在这里建筑三个展厅 其中一个呢是李师傅他个人的绣展 还有一个放他之前那只珍藏的 做的苏绣精品 还有一个 我作为 李师傅的课堂 你觉得还有什么说漏吗 我 我觉得 你怎么想得这么周到啊 那你又没有觉得自己很辛苦 行吧 怎么那么不同的脑子呢 你 你又堵我 谢谢你哦 谢我干嘛 对了 采风怎么样 编气哦 你不是要来这儿监工吗 幻彩云烟本身就是公司很重要的项目 你又是设计人之一 所以陪你采风啊 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而且 我还得监督你 被你监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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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